你拿下這塊金牌 那當然這塊金牌對你有很大的意義 先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塊金牌對你的意義 我覺得這塊金牌不僅是對於我個人 更是對於台灣一個蠻重要的里程碑 不僅是台灣體育或是台灣的拳擊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今天拿到這塊獎牌 這塊金牌在奧運場 尤其是在奧運場上 也就是證明了說 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也希望說 在未來我們在 包括說在想要練圈或是練體育的人 都可以持之以恆的堅持下去 那我相信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有收穫 第一代頒獎台上情緒比較激動 對 就是聽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歌嘛 那當聲音就是 聲音樂聲響起來之後 就開始心中無限的跑馬燈啊 一直不斷的在腦海中迴響 對 那就是不管 就是曾經的每一幕都是歷歷在目 那就是很感謝說自己堅持下來 那很感謝自己 那也包括說很感謝 包括教練身後的每一位 我的團隊 然後更重要的是就是 台灣的每一位願意支持我的人 那也讓我堅持到現在這樣 玉琳這段時間 夢與玉琳你應該也都了解 那你都一路停過來了 這麼堅強的你有沒有想要對自己 這樣這麼堅強的林玉琳說些什麼 當然就是要感謝自己啊 就是自己堅持下來 那走到這一步非常不容易 那就是感謝自己啊 那因為剛才教練有講說 他可能是昨天才稍微跟你講一下 最值得這個風暴 你不要能夠理解 那你怎麼樣來回應這件事情 還有因為像阿爾及利亞的選手 他指定對一些網路上的一些批評 他可能有一些急速的動作 那對你來講 你怎麼來看待這些事情 或是你做什麼動作 就目前因為正如同大家所說的 我就是其實社群都已經關閉 那其實包括很多資訊 就是包括很多資訊都是由教練 側面就是告訴我的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對於一位選手來說 我們首先當務之急 該做的就是在專注場上 那至於說場下的那些事情 那我就是就要由教練那邊去解決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也會有後續跟教練去做討論之後 那我們再去跟再做打算這樣 教練所長 那個所長現在有邀請你 當任明天閉幕區的長期 過來幫我們談談這一塊 就是 畢竟開幕我有去嘛 那因為下雨就是 站的位置又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我的畫面 那這一次就是當然很榮幸能夠代表台灣 然後升任這個長期手 那我會用力的把我們的旗幟 互考 然後讓世界看見台灣 聖誕金排除了是台灣在 奧運飛機史上的地底面 其實你也完成了自己的幾百萬的紀錄 你會不會來談談這樣的成就 嗯就是對於我來說 呃這個成就非常不容易 那其實不管是對於我 甚至是對全世界能夠達到這樣的成就的人 其實並不多 那我很榮幸也很高興 我可以擁有現在的這一切 那達到這個目標跟目的 那就是很感謝在我失落低潮的時候 很不願意放棄我的教練 朋友家人們 還有以及身後對於支持我 肯定我的每一位 那就是因為有他們 那我才有辦法堅持到現在 那就是在奧運場上 站上這個最高的位置 那我做到了 謝謝大家 玉婷在場面剛剛有開心的留下演員 也當然也包含了感動 在留下演員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也包含你的努力 跟你這段時間的委屈 我覺得比較辛苦的 就是應該算這段時間的努力吧 還有自己的辛勞 畢竟也不光是只有選手 因為畢竟教練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他不僅就是身為選手很幸福的是 就是你只要專注在訓練上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其他的有教練去幫我去做 那我也很感謝教練 就是這麼的用心去為我設身處地的著想 那幫我安排最周密的計畫 訓練計畫 比賽計畫 然後讓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 然後完成自己的目標 那我是真的非常感謝教練 沒有教練就沒有我 現在有很多人都是熬夜 因為真的想看你比賽 所以說你是我們台灣的女兒 你是有什麼話想要跟這麼支持你的台灣人 國人來說一些話 但是很感謝他們 就是不光是站在電視機前面 然後熬夜看我比賽的朋友們 然後還有特地遠道而來 從世界各地飛到巴黎 然後為我加油 其實票很難買 那他們也買到 所以 因為我熱身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在半戶壞的地方 其實就有遇到蠻多支持我的朋友們 那就是也很感謝他們 願意遠道而來 然後到現場為我加油 其實讓我感覺到我在場上 其實是並不孤單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加油聲 讓我更加的有動力 對 那我今天做到 那我也很感謝他們 就是熬夜 然後特地跑到現場 然後為我加油 所以 對 所以要先謝謝他們 那就是也是要說聲不好意思的 就是現場的朋友們 我沒辦法一一的 給他們簽到名拍到照 對 因為時間有限還要撿 對 所以就是非常不好意思 如果未來有機會 一定補償大家